各位Android的粉丝们,大家好! 我继续来帮你介绍 这一个Android的设计招式之美 在这里我要帮你复习这一个反向控制 也就是控制反转 英文就叫做Inversion of Control 我简称就是IOC 这是Hook函数所扮演的一个角色 实现这种机制有两种机制 一个是继承的这个机制加上卡损函数 卡损函数 所以我们在Temperate Measure Pattern里头 就很明显的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还有另外一个是Tocode这口的 不是Tocode计程 那这我们称为是Delegation加卡损函数 那Observer的设计模式呢 就可以看得到这个典型的用法 那这是下一张会来帮你做说明的 那Android是一个完整的应用框架 那处处都可以看得到这个反向控制的结构 而且都依赖上述的两种实现机制 在本章里头呢 我们就先介绍这个计程加卡损函数的这个机制 那到了下一张我们才来说明 这一个Delegation加卡损函数的机制 那在本章呢 我们就是基于这样的实现机制 再来对应到Template Master Pattern 藉由这个模式的专业的这一个技巧呢 让你更深刻的了解 这一个计程跟卡损函数的机制的一种精致的用法 因此呢 我们除了更能活用Android之外 也提升我们对于这一个设计新应用框架 就是当我们这个要想设计自己的框架的时候 我们就会有更大的信心以及能力 至于委托呢卡损函数的实现机制 就到下一张就第五张再来说明了 在上一节呢 介绍过便与不便的分离的原则跟手艺 在本节里头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复习 然后来搭配这个TN模式 然后来提升我们设计的质量 现在我们就从计程Inheritance 加Hook函数的这个机制来说起咯 好现在我们要在画面上画两只海鸥 两只海鸥 OK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设计一个class叫bird 叫bird 那里头有一个函数叫做paint 然后里头要画背景画前景 OK就这样子 然后呢 这就是一个bird的class 里头一个函数 函数里头包括画背景跟画前景 接下来就可以写man function咯 man function呢 就new一个子类的对象 new一个bird的对象 然后呢去执行bird.paint 执行这个bird里头的 这一个paint的函数 所以就画出背景画出前景 OK 那这里说明一下 由于光价的核心设计原则就是便与不便的分离 因此针对bird的类别的paint的函数的内容 再把不随着应用程序而改变的部分 就是不便的部分把它放到shape的负类里头呢 也就是说我们去观察两个这一个用户 两个用户呢 它的差异点在哪里 就可以观察出它的便与不便 然后把不便的部分放到这个负类 把它归到框架 另一方面画海鸥的ap 它就画海鸥的部分归到ap 画河马、熊猫、蝴蝶的都归到不同的ap 那么哪些是会随着ap不同而变化的呢? 哪些又不变了呢? 我们可以发现画背景是不变的 就是各个ap呢?它的背景都相同 所以画背景是不变的 那么画前景就是改变的啦 有的画海鸥、有的画虎蝶 那这就是会改变的 所以呢画背景是不变的 画前景是会变的 会因用户而改变的 因此呢 我们就把不变的部分 摆在这个负类里 摆在负类里 所以呢 我们就把这一个不变的部分 放在负类 把会变的部分 放在负类 放在负类 ok 然后呢 这一个 让负类 可以来 调用 这个 负类 然后呢 这个pand 变成 这一个 虚拟函数 或是 overwritable的 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 ok 所以这里头是把它设计成 这是一个overwritable的函数 而且 类类的 和个函数 pand的函数 调用 基类的pand的函数 ok 好 因此呢 啊 我们就可以把 这个 啊 画这一个 背景不变的部分 放在框架 所以 框架就含有 很多很多 各式各样的 不变的基类 好 就成为 应用框架 好 至于呢 pand的其他的部分 是会变的 啊 它是 有的画海鸥 有的画虎蝶 所以画前景 这是会变的 好 那这个 我们就归到 这一个个别的 啊 ap 啊 的这一个子类 就表达了 它是会变 啊 善变的 就把它放在子类里头 就是这个bird ok 好 因此呢 我们就把 刚刚的 这个 program 把它 改写了 把它 这一个画背景的部分 啊 画背景的部分 就把它归到 这个 啊 抽象的 这个基类 就是抽象的基类 ok 把它归到基类 然后 剩下的 画前景的部分 就是 还留在 bird 这个子类里头 啊 bird 子类里头 因此呢 就可以来 new 一个bird 啊 因为 这是子类 所以可以new new的之后 把它转变成这个 啊 sp 这个形态 啊 这个形态 啊 虽然 我们是调用的是sp depend 啊 sp 虽然是属于 这一个 啊 抽象类的形态 但是因为 它的instant 是bird 所以 这里仍然是 调用bird的pand ok 啊 那bird的pand 再来调用 superclass的 啊 调用 superclass的pand 在这里 这是bird的pand 调用superclass的pand ok 叫superclass的pand 所以呢 在这里 我们可以看得到啦 这一个 便与不便 分离的 然后 不便的 放到负类 或者称为 积类 会变的 放子类 啊 所以定义一个pand 这个 或个函数 来衔接 两个类 衔接两个类 好 那它衔接的方法 是 由子类的pand 来调用 副类的pand 去执行 画背景 然后 才执行 子类的pand 部分 画前景 这是一个常见的 衔接方法 ok 啊 但是 我们还会有 其他的衔接方法 好 刚刚是 啊 这样子 啊 是 啊 这一个 啊 man function 啊 man function 啊 啊 这个 man function呢 它是 send new 一个子类 word的 这个子类的对象 然后呢 转变成 这一个 superclass的形态 转变成superclass的形态 但是 它仍然是 调用到 子类的pand 子类的pand 再调用到 激烈的pand 来画背景 画完背景 再自己画前景 好 这边是画背景 好 这边是画前景 ok 那这是一种 组合方法 这是一种组合方法 那这个pand呢 也算是一种 hook函数 但是 并不是 我们的 啊 以抽象 函数 等等来 实现的 这样的一个hook函数 ok 好 那 这一个 衔接方法呢 我们就来看看 tempered measure pattern 提供另一种 更常见的 更方便的一种 衔接方法 好 现在我们来介绍 tm模式哦 好 上一节呢 那我们看到的shape抽象类 是一个主角 提供两个hook 啊 一个是给 zmain的 你看 这个部分 是属于man function 啊 的 那 它是 并用的这个shape 这样的一个hook 用shape的hook 然后 让 给这个man function 来调用 就是意思说 这个man function呢 可以调用shape 在这里 好 这个man function呢 好 在这一个man function呢 可以调用 可以用到shape 而可以用到shape的pand这个函数 好 所以 表示呢 这个shape呢 提供一个对外的 这样的一个hook 来给 这个hook zp类来使用 hook zp类可以使用shape的pand ,这表示呢 这个shape这个抽象类 可以提供一个接口 给 zp 或者 zman 那 这是对外的 对外的一种接口 那 此外呢 它才提供另外一个pand的函数 来跟子类对接 所以 让子类呢 可以来overwrite 来 做这个pand 来做 跟子类做对接 那 这种对接的方法呢 啊 并不是一个很理想的一种方法 因为 啊 这一个很容易搞混 到底哪个 吊用到哪个pand 吊用到哪个pand 好 而且 因为 它这个都用到同一个函数 好 那所以呢 两个接口 一个对外 一个对子类 好 这个是对子类的 那么 这个是 啊 这个是对 啊 外的 对 main function 的 那这一口都是用pand 啊 才可以 好 那这个时候呢 会产生高度的相异性 因此呢 降低了 这个应用框架的弹性 啊 那这个时候 我们 我们就使用template的messor pattern 来化解这个难题 啊 也同时降低了相异性 增加了这个应用框架的弹性 ok 那现在 那现在 我们就用template的messor pattern呢 来改写 这样的一个 啊 这个代码 所以 首先呢 啊 这一个 啊 做一个template paint 那它 用来画背景 再画前景 那么 背景的部分 在这里 鸡类 就把它做完了 因为它是共通的部分 至于画前景呢 就透过这个 啊 复格函数 来调用子类 啊 因为是子类 在画前景的 所以 有复类 画背景 再来 啊 透过复格函数 调用到子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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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调用到 word的paint 这个时候 它就来画前景 啊 画前景 OK 那这个时候呢 要注意一下 这个 new word 也转了形态 所以 sp temperate paint 这个时候 是调用到 这一个 鸡类的 啊 template 调用到这个paint 调用它之后 画背景 再画前景 画前景 是由 子类来画 是由子类来画 这就是 画前景 画前景 OK 那这样子 就可以 看得出来 这是一个 temporary measure pattern 的一种用途 啊 用法 那这一个 啊 就是 很典型的 temporary measure pattern 这个叫 temporary的函数 然后 temporary的函数呢 调用 hook函数 好 这是temporary measure pattern 的一个特殊的地方 就是 在基类 有两种函数 一种叫temporary 函数 一种叫做hook函数 那么 temporary函数呢 是给cline用的 啊 给cline用的 hook函数 是对子类的 OK 就把它切分出来 好 刚刚的例子 上面的例子 是 对cline 也是用pand 对子类 也是用pand 所以很容易 搞分在一起 现在呢 用temporary measure pattern呢 它就 用这个temporary的函数 给cline用 那 做hook函数 给子类用 所以cline 啊 cline 扣他 那他就扣子类 扣子类 OK 这是temporary measure pattern的 一种基本的用法 基本的用法 因此呢 对外对内的接口 分开了 sap提供一个temporary的函数 给外界cline来使用 好 那 例如呢 这个 啊 调用temporarypand 就调用 G类的 这一个 啊 temporary的函数 咯 所以就调用了 这个函数 然后呢 他再来调用 hook函数 OK 就调用 hook函数 好 所以是这个样子 有这个是cline 好 这是一个cline 那cline呢 调用 这个temporary的函数 temporary函数呢 你看他 temporary函数 调用 hook函数 hook函数 因为 它是IOC 所以 调用 子类的 实现代码 调用子类的实现代码 OK 就是cline 调用temporary的函数 temporary的函数 在调用 hook函数 fook函数 调用到子类 因为它是左向函数 要用到子类的一个实现代码 OK 那这就是典型的temporary measure pattern的一种用法 其实大家已经可能已经熟悉这个tm模式了 那我们在这里呢也介绍一下这个常见的这个tm模式 这就是 gong of 4的画的图 这本书里所画的图 首先呢 里头有temporary的函数 那这里所类置的是两个 这一个 啊 两个抽象的函数 啊 这个是属于hook函数 这是属于hook 它的角色就是hook函数 OK 这两个 就是 啊 啊 fook函数 OK 啊 fook函数 所以fook函数 是抽象函数 所以子类要 把实现代码写在这里 啊 把实现代码写在这里 OK 所以在这个图当中 3.3的图呢 啊 就是上面的 啊 在上面的图里头呢 啊 啊 temporary的函数就是 啊 temporary的mess 啊 啊 的这个函数 OK 啊 那temporary的函数呢 它 好 那这里是在说明呢 这个 这两个就是 啊 就是 啊 就是hook函数 OK 啊 是 好 这里说 这个 图里头的hook函数 啊 是这一个 也就是这一个 啊 所以 这个就是hook函数 啊 然后 这个叫temporary的函数 就是这个意思而已 OK 所以 由于模式是专家 从过去的经验中萃起的 是用来引导人们的思想 啊 思维 让大家可以一样化葫芦 而且还 进一步 急一缓三 以便化解目前所面临的问题 好 因此呢 我们就来 啊 一样化葫芦咯 加以做一点点 加瓦的 这种修正咯 啊 所以我们把它修正成 加一个j 口 我们来加一个j 口 就是 啊 这一个temporary的paint 这 本来这个就是一个tm模式 这就是一个tm 啊 啊 就是tm模式 然后再加一个这个j 口 会变什么 啊 会变什么呢 啊 所以我们就把它改写咯 所以定义一个isavej口 啊 isave就是一个j口 里头只有一个这个函数 ok 这大家都知道了 好 那这一个啊 save呢 叫implement 去实现这个j口 所以呢 他要来实现 这一个temporary的paint 来画背景 画前景 ok 然后 这一个 再提供另外一个 是属于这一个invariant的paint 它的不变的部分 好 就是画这一个啊 啊 画天空的背景 啊 画背景 ok 所以这是templary的paint 首先呢 啊 这一个调用 这一个不paint的paint 就调用它 来做什么 画背景 就是在执行这个templarypaint的时候 那时候 首先 来画不变的部分 接下来 透过fook函数呢 来 来这个画前景可变的部分 可变的部分 ok 所以 所以 这一个 这一个 啊 就类 要来implement 你看这个类 啊 继承这个g g g 就是刚刚这个 刚刚这个 好 fook函数 子类 写实现代码 这就是fook函数的一个特征 ok 所以 在这一个shape函数 定义的一个 这个fook函数 啊 那么 子类 就要把它写实现代码 啊 写实现代码 啊 这是 啊 基本的动作 啊 让你了解 所以我们 在这里来做个 说明呢 我们应用变不变 的手艺 来分出 shape跟ver的 啊 一个g 一个子类 一个是共通性的 一个是特殊性的 那么temporary measure呢 模式就可以 啊 让我们呢 可以 啊 设计出更优越的架构 啊 那这个 i shape跟shape的抽象类 这就是属于 啊 这一个框架的部分 啊 由于呢 i shape跟shape的抽象类 都是不变的部分 所以 可以纳入 应用框架里的成为 框架的一部分 那之后呢 有ap呢 想画蝴蝶 或画盒码 就可以来 啊 这一个 附用 这个框架里头的 这一个 接口 以及抽象类 来加速这个 程序的开花了 ok 啊 加上程序的开花 那我们再稍微复习一下 再回头看一下 啊 在这里是创建一个bird 然后转变成这个接口 然后再调用这个接口的 函数 啊 就这样子 那这里说明了 这个i shape 也是一个 通用性很高的 一个 接口的部分 接口的定义 ok 这就是 来实现 这样的一个设计 实现这样的一个设计 ok 那 由这个部分 来提供给clime 来使用 提供 这个接口 给他使用 然后这个接口呢 调用到的是 这个template pand 然后再调用 hookpand 然后再调用到 子类 调用到子类 ok 那我们就 啊 到这里呢 说明了 这一个 啊 可以把定义出 一个抽象的接口 以及抽象的类 好 然后把它放到 这个应用框架里头 然后 让ap呢 来使用它们 好 让ap来使用它们 ok 好 那我就 在这里再休息一下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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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